大家好,今天我们用淀粉和番茄做一个冰冰凉凉的小甜糕 番茄烫个一两分钟 将它的这个外皮去掉 烫一两分钟就很好去了 去掉以后给它切小块 我买的这个番茄不是很红 为了好看的话,大家可以买熟透的番茄 这个番茄还没有熟透 然后将它放到料理机打碎 放入以后,给它加入200cc清水 将它打碎 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糖 这样一起搅拌的话,会更容易混合到一起 然后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盆子 将这个倒入 将这个淀粉放入 这里是50克淀粉 淀粉就是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勾的那个芡粉 只要是那一个都可以做出来的 然后将它炒一个关键搅拌 充分地搅拌 家里面有这个手动打蛋器的 用手动打蛋器来搅 然后搅 准备一个小一点的锅 我用这个不粘锅 然后开火 开火以后将这个倒入 倒入之前一定要将它搅一搅 防止盆底 这样倒进去 你不一定要用平底锅 用小一点的锅就可以了 铁锅都可以 好 倒入以后,朝一个方向搅拌 开中大火都可以 一边加热一边搅动 这样子它才不会粘锅 好 待它看它有固体出现了以后 就将火力关到中小火 一定要不停地搅 让它瘦肉均匀 看它快凝固了的时候 我们将火力关到最小 然后朝一个方向 不停地搅 不停地搅 我都是用的最简单的工具 用的这个铲子 其实用打蛋器会更好做 更好操作 用打蛋器的话就要用铁锅 然后完全凝固了以后 你看它完全成固体了以后 可以尝一下 尝它有没有熟 尝它 没有生味了以后 就关火 酸酸甜甜的 然后准备一个小一点的保鲜盒 因为做的分量不是很多 将它倒入 不用刷油都可以 这个淀粉它是不粘的 用这个铲子将它铲平 家里面是没有的话 就用勺子将它抹平就可以了 其实它上面有一点 这种凹凸的不影响 因为我们翻过了以后 它的底部是平整的 我先将它放到凉水里面 冷却一会儿 再放冰箱 现在冷却好以后 我将它拿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这个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小时 现在直接将它取出来 倒扣 拍两下就下去了 将它切成小阵方形 好像不太规则 没有关系 在边角的地方拿来给圆圆吃 好甜 切好以后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这样吃 然后也可以给它撒上一点椰粉 按照这个饼粒做出来的 非常的Q弹 一点都不软 像果冻一样 这个大家可以试做一下 非常的简单 给奶奶拿过去 妈 给奶奶拿过去 然后放冰箱里面 这 就好 我们 走